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经典的魅力。 作者是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的畅销书作家斋藤孝,被誉为沟通大事。 他擅长用很简单巧妙的方式,教人掌握系统有效的学习方法,增强思维、沟通、表达等能力。 他曾撰写过《深阅读》、《超级聊天术》、《如何打造你的独特观点》等作品,传授了很多实用的技巧,非常受读者的欢迎。 本书详细介绍了五十部文化、哲学及文学名著的精华,包含了《论语》、《罪与伐》、《夜语物》、《百年孤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带你踏进古典的绚丽世界。 本书所利剑的经典阅读能力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是大致了解经典的内容,第二是将优秀作品纳入属于自己的经典并大量吸收其中精华。 第三是在创造性活动中引用经典活用经典。 来看第一部分,为什么阅读经典? 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人类的信息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很多人认为只要上网搜索就没有找不到的信息,那么这明显属于掉以轻心。 而且,这种掉以轻心势必导致你对自己业以掌握的智慧和能力越来越认识不清或者把握不住。 大千世界之中,数不胜数的各种信息会成一条气势磅礴的信息之河,在我们的周围每时每刻不停地流淌。 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到这条信息之河里去挤水,用完了或者不用了,就将它们还回河里。 尽管这样的行为方式非常便捷,但是人的精神内核却很难由此形成。 所以,如果想打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是要靠经典才行。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三个理由。 一,直面内心,发现自我。 比如,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赫德》,看起来说的是一个脑子有毛病的骑士,带着一个傻乎乎的仆人,幻想着去行侠仗义的故事。 但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舒辞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多重的,除了有日常生活之外,还包括梦的世界,幻想的世界等等。 当我们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对事物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 就拿唐吉赫德来说,他是从他的幻想世界里去看待事物的,而别人是站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去看待事物的。 站在唐吉赫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并不奇怪。 他的观念和身边的人有错位,可是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差异性,谁和别人没有错位呢? 只不过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唐吉赫德的仆人桑丘就能理解这一点。 虽然他也受不了主人的风劲,可是他看到了唐吉赫德的善良、单纯的性格,总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那么就算唐吉赫德和别人反差很大,又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也是一个因为和别人有差异而感到不安的人,那么通过这部小说,也许会接受错位这种观念,那么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就会对自我产生确信的感觉。 反过来说,即便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尝试用桑丘那样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与众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一颗宽容的心,使自我得到提升。 2.塑造精神内核 斋藤孝认为,人在生活中一定要塑造自己的精神内核,才能找到生存的合理性。 而阅读经典,可以让我们汲取有助于生存的真言,这就为塑造精神内核提供了机遇。 比如,俄迪普斯王这部古希腊悲剧的故事,他说的是俄迪普斯王无法摆脱命运的定数,犯下了杀父取母的过错。 这个故事说的是人想和注定的命运抗争,却怎么也抗争不了,这会让读者对命运产生怜悯和敬畏的心理,从而得到心灵的净化。 而这也是经典悲剧的共性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看到一个人遭受了不该遭受的厄运时,就会对这个人产生怜悯。 而在发觉这个人遭受的厄运,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就会产生恐惧。 一个好的悲剧故事,能引发我们的这两种情感。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从而积累一些负面情绪。 那么,当我们看悲剧的时候,心里的负面情绪,会随着怜悯和恐惧爆发出来,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这对塑造我们的精神内核有极大的帮助。 3.避免独创性的陷阱。 什么是独创性陷阱呢? 现在我们离不开创新,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为了创新而创新,甚至不惜违背客观真理。 有时他们以怪异为创新,并为此沾沾自喜,而一旦找不到所谓的创新点时,又妄自菲薄,以为自己将狼才尽,从而感到失落和恐惧,这就是独创性陷阱。 阅读经典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真正的独创性,通常都建立在对经典的学习之上。 比如孔子,子曰,数而不作,心而好古。 意思是说,孔夫子引以为荣的人生哲学,是相信和爱好古时候的事物,只叙述和阐明先人的学说,自己不必再去创造。 孔子在对经典的学习过程中,始终孜孜不倦,保持着一颗谦卑崇敬的心,看起来没有什么创新,但恰恰是他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思想的体系,形成了一套传承几千年的学说。 正是因为阅读经典,我们才能了解真理有多么深战,才能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既有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发现新的前进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知道什么是伟大,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始终保持谦逊,由此才能不断保持进取精神,实现真正的创新。 再来看第二部分,阅读经典的诀窍。 既然我们知道了在当下社会中更需要阅读经典的作品,那如果我们在阅读经典时感觉很困难怎么办? 作者给出了十个阅读的诀窍,来帮助我们降低阅读经典的难度,我们来说说其中的六个。 一、追溯阅读法。 斋藤孝说,经典在长久的存在过程中,总是会衍生出一些对大众产生巨大影响的东西。 而这些衍生品有的会贴近流行口味,我们从这样的衍生品入手,再返回去了解它的影响源头,就能拉近和经典的距离。 比如,村上春树享誉世界的畅销书EQ84,据说书名来源于乔治奥威尔的未来科幻小说1984。 我们读了EQ84后对1984产生兴趣并进行阅读的话,可能就比直接去读1984感觉容易一些。 此外,把EQ84中引用过的契赫夫的作品找来读一读,或者将列奥什雅纳切克的曲子找来听一听,对原著的理解都会更深刻。 村上春树在EQ84里大量引用他人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案。 像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引用能力?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即经典的引用能力属于创造力的一种。 如果我们因为喜欢村上春树而去读他喜欢的书,那就是采用追溯阅读法了。 二,舞台表演是朗读。 作者在为学生上课时,经常会让他们朗读一段经典,比如三导游季夫的金格四或者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语法》。 他甚至会让大家一人一句地接替朗读。 作者认为,学习的根本要素就是模仿,而日语里学这个词的词源,就是模仿。 朗读可以让读者模仿经典中角色的言行,去感受其中的情境和内心。 在朗读的过程中,该如何一扬顿挫,也需要朗读者以自己的理解去调解,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还能产生新的收获。 三,片段阅读法。 就是不通读全文,而是找一个片段来阅读,作者建议,用随机翻书的方式来选择这个片段。 之所以这样做,是让自己在阅读时有一种随意感,可以放松下来,摆脱对经典的恐惧。 采用这种方法时,有一种心态很关键,就是要相信,哪怕只是读片段,只要能遇到刺激自己感官的文字,也很有意义。 四,高潮阅读法。 就是读一部经典里最光芒四射,最能展现内容本质的部分。 比如,日本作家古奇润一郎有一部小说,叫做《春情超》,写的是一个富家女和仆人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 故事的高潮部分,是春情姑娘遭遇毁容,而爱着她的仆人佐助,不惜刺瞎自己的双眼,来表示自己始至不渝的爱情。 经典的魅力里,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只有几百字,但两个人深情的对话,会让你迅速感受到爱情的力量究竟有多震撼。 五,饮水试阅读。 作者在大学课堂上做过一种训练,就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经验或社会中的现象,花一分钟谈谈某部经典中的魅力。 作者把它叫做饮水试阅读。 在日本,有个说法叫我填饮水,意思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 把自己的体验跟经典硬扯在一起,目的就是为了强行缩短与经典之间的距离。 说的形象一点,就是往积累有自己经验的田园里引入经典之火水。 经典之源泉与众不同,读者往自己经验的田园里引入再多,源泉也绝不会枯竭。 比如史记,从连坡和令向儒的故事里可以借鉴人际关系的经验, 从苏秦和张仪的故事里能学到战略眼光, 从张良和韩信的故事里能借鉴到领导的用人方法。 这就是结合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形成自己的处事方法和观念, 再把心得应用到现实中去。 六,浸泡式阅读。 这是一种比较正统的理解经典的方式, 它跟前面介绍的饮水式阅读正相反, 是将经典的世界当作一次元空间来理解, 而不是将经典引入读者自己的世界之中, 也就是沉浸在经典所搭建的世界里, 去寻找所描述的东西自身存在的意义, 不要试图将其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对照。 比如,我们在阅读百年孤独时, 可能总会觉得小说里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好像很混乱, 但这时不要急于评判它是否怪异, 而是要去体验其中描述的那种周而复始的时空循环, 或许就能感受到孤独二字的真正含义。 浸泡式阅读可以通过日课的形式来实现, 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阅读同一部作品, 达到习惯成自然的效果, 使自己能经常性地进入阅读这部经典的状态, 更利于浸泡到作品中去。 再来看第三部分, 如何通过经典提升能力。 阅读经典的过程不能功利, 但的确可以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指导。 我们来说说其中两种可以被提升的能力。 一、提升沟通表达能力。 作者建议我们, 通过写读后感来进行这方面的训练, 可以从经典中选出三句最想引用的文字, 并且思考,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三句话? 我的人生经验中有哪些可以和这三句话产生联系? 然后将这些原因与联系写出来, 就大体形成了一篇读后感的架构。 这一个思考过程就是将感受具体化、深化的过程, 把我们平日里不太善于说出的东西有逻辑地呈现出来。 而且, 经典往往拥有优美的语言, 阅读时可以感受到语言之美, 久而久之, 使用语言的技巧性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样的话, 我们的表达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有人可能会问, 我该如何抓住那些想引用的文字呢? 这里有一个小方法, 就是无论你读到哪一段的时候, 只要对它产生了某种感觉, 哪怕只有一闪念, 就迅速在那一页的下面折个角, 便于日后查找。 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告诉别人, 句子说出口有利于记忆, 使得这些语句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话语系统, 成为语言储备。 2. 提高洞察力 哥德说过, 莎士比亚递给我们装着金苹果的银盘子。 我们通过学习研究他的作品, 银盘子虽然拿到手了, 但只能够往盘子里放土豆, 这也未免太尴尬了。 哥德的本意是说, 人们很难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创作能力, 也就是金苹果。 但斋藤孝认为, 我们通过阅读经典, 至少可以获得一只银盘子, 这个盘子指的就是洞察力。 创造一个事物的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但评价事物的能力却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 比如, 我们喜欢音乐, 但是可能没有作曲或演奏的技巧, 但我们可以通过欣赏, 正确地去评价音乐作品和音乐表演。 哥德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曾经学习过美术, 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就放弃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对美的追求与辨析, 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 他就表示, 自己从中获得了对事物的洞察力。 从根本上来说, 洞察力是一种审美能力, 阅读的经典越多, 见识越广, 我们的修养就越好, 审美能力也就越强。 当社会中拥有洞察力的人越来越多时, 好的东西就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文化市场也就会越来越丰富, 那时候, 不仅仅是个人, 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都会得到提升。 经典具有励志的作用, 当一个人具有强烈的愿望和向往时, 精神的吸收能力会变得很强。 我们接触经典, 如果做到身心病用去深入体验, 那么必将事半功倍。 世上有许许多多极富魅力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感觉, 就是充满无限喜悦的生命源泉。 好了, 这本经典的魅力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